新疆恐怖攻击7死 乃伊维族嫌犯 新疆西部大臣阿克苏 昨天传出针对警察的恐怖攻击 造成至少7死14伤 昨天上午16名新疆警察巡逻时 一名维族男子骑电动三轮车 冲向他们 并朝他们丢爆裂物 现场一片狼藉 数辆车被炸毁 5人当场死亡 另有两人松一后不治 14人受轻重伤 警方现场逮捕受伤的嫌犯 目前阿克苏已进入戒严 大批武警鹤枪实弹在街道巡逻 至于嫌犯的犯案动机仍有待调查 动新闻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